众所周知,假面其实Amazon每集都有不同的下饭操作,但与之前吃人的粽子比起来,今天的Amazon显然要优雅很多 别看客人们吃的兴高采烈,甚至可以去当吃播了,但这播真的是各种意义上的下饭,因为他们吃的是人肉 没错,这是一家专为Amazon开放的餐厅,店里厨师长会将误入店中的人类客人做成肉排,端给Amazon客人食用 好家伙,这个传说中的优雅有不过时事吧,这群Amazon不但注意用餐礼仪,并且各个讲文明懂礼貌,一旦发现自己要觉醒成怪人了 绝不拖累店里的其他人,会主动跑到店外去释放体内的洪荒之力,但是这肯定不是长久之计 于是毫无意外的,驱逐班就侦测到了一些疑点,他们发现在城市的某个区域,最近有多起Amazon觉醒的情况 于是众人立刻出发探查,但刚到没多久,小悠就凭借着自己的Amazon本能,发现了前方的饭店里有粽子气息 但是因为看不到店里的情况,于是驱逐班决定派小悠和小旺进店观察,别问为啥让小旺这个妹子做这么危险的工作 问就是全对只有她能肉身垂怪,因此小旺也在这么多集之后,解锁了自己的女装床服造型,还僵硬地笑了一下 这就是肌肉蒙女卖蒙嘛,爱了爱了,进店之后,两人见到了笑咪咪的厨师长 而小悠也发觉,眼前这个和蔼的男人正是Amazon,但她没想到的是,在进入饭堂之后 没错,在座的各位全都是Amazon 厨师长还以为小悠是自在菜品来吃饭的,让她在外面稍等 自己则带着小旺来到后厨,随即变成螃蟹Amazon,就准备对小旺下手 但小旺也不是吃素的,当场教育了厨师长,什么叫穿得越粉,打架越狠 反手就和厨师长比划了起来,厨房里打得热火朝天,饭堂里却安静祥和 小悠甚至还被漂亮姐姐搭讪了,漂亮姐姐表示,我们并不想害人,我们想和正常人类一样生活 所以大家都聚在这一起吃饭,只是为了保证最基础的进食,这样就可以像正常的人类一样生活了 小悠没想到Amazon会有这样的想法,然而对了她震惊的时候,埋伏好的驱逐班冲了进来 准备将眼前的粽子们一网打尽,就像场面一度陷入了混乱,不想作战的顾客们只能被逼到角落 而小悠也趁此机会变身,也变成Amazon的小手一起加入了战斗 但螃蟹Amazon实力强大,一一敌三也不弱下风 甚至见到自己的顾客被抓之后,还被激发了小宇宙,先是击退了小望 然后又打黑了小手,紧接着又把小悠推到一边 自己则冲上前凭借蛮礼破坏了驱逐班的陷阱 随后厨师长表示 不得不说,厨师长真难认啊 眼看顾客们逃走,厨师长与众人来到了仓库开打第二回合 这次的他,显然已经是心有余要力不足 虽然再次将小望打倒,但很快就被小悠扑倒在地,紧接着 这一下巨痛的刺激让厨师长彻底暴走,进入正式觉醒的状态 随着厨师长的暴气,小悠被震飞,山山来迟的小手加入了战斗 但很快就被厨师长丢了出去,于是他只能在空中秀了个身法 半身冲上厨师长,随后就是标准的暴打腿操作 将厨师长控制住,给小悠创造了绝杀的机会 眼看着厨师长在自己面前面前的一摊历青,小悠想有个沉思 他上去的之前,餐厅里漂亮姐姐说的话 他们虽然都是阿玛总,但他们并不想加害人类 只是想和人类一样过着正常的生活 被这种说法打动了的小悠立刻追上了正在追捕阿玛总的驱逐班 并且拦在他们的面前,这个举动成功给逃跑的阿玛总们争取了时间 顺利的跑路,接着这种情况的志腾队长刚想对小悠发出警告 却没想到,水泽部长突然联系他们 让他们快给小悠和小手戴上防毒面具 紧接着,两架无人机突然出现 瞬间就追上了逃跑的阿玛总,将他们困住 接着第三架无人机抵到战场,撒下了固态瓦斯 在融合了水之后,现场瞬间布满了大量瓦斯 而阿玛总们就在瓦斯之中逐渐窒息 没用多久,就全都领了盒饭 水泽部长对赶到现场的众人解释 这就是他们之前使用过的对阿玛总专用瓦斯 现在已经经过了改良,对人体完全无害 有了这个东西就可以对阿玛总进行全程范围的大型清除活动了 由于瓦斯需要有水 所以这次的行动将在下一个雨天进行 行动代号为特拉洛克 小悠一时之间无法接受这种屠杀行为 在回据点的路上一直和队友们讨论 却被队长警告 小悠还没来得及便解 他们就被突然出现的人书截胡了 人书身受重伤 却还是要求和他们一起回据点 说有重要的情报告诉他们 此时小悠才知道 公司其实早就做出了更加过分的事情 原来人书今天突然接到了局部长的信息 所有重要的东西给他看 约他见面 于是人书急匆匆地冲了出去 路上才想起来 人书到达了指定地点之后 发现自己被骗了 因为出现在自己面前的是一个已经死去的男人 钱元淳 在人书的印象中 他的第二集就被阿玛总吃掉了 没想到他竟然复活了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 假面骑士阿玛总西格马正式登场 钱元不但成功变身 并且还放出狠话 人书肯定忍不了一个会途转身的死人 这么挑衅自己 于是也转动腰带变身应战 虽然对方有新手保护器 但人书选择先发制人 被钱元闪身轻松夺过 人书再次发动攻击 钱元却轻松捏住了人书的拳头 所有一拳将人书轰飞 紧接着又是一拳打到人书的腹部 甚至人书疲于防备 钱元原地起飞 补上了一脚将人书击退 但人书也不是吃素的 立刻反打 还以颜色 然后人书却没想到 对手仿佛没受伤 轻松爬了起来 人书只能再次发动进攻 两人僵持在一起 但这次人书就没那么走运了 人书精疲力竭 只能等着被绝杀了 好的其余姐 开车及时赶到 人书抓住机会 表演了个光速的溜 这才逃过一些 听到这里的小游才明白 原来公司一直以来都在做各种Amazon的人体实验 而这次将钱元存复活 也是一种新的Amazon兵器的测试 人书也明白这一点 所以他向制成队长提出 竟用小优和小手的力量 想要三人合一 将这个违反生死法则的生物送回棺材 然后驱逐班却表示 没有那个必要 马上就要进行特拉洛克计划了 有一位哲人说的好 一直以来 致力于猎杀Amazon的人书 听说了特拉洛克这么一个大范围 清除Amazon的计划 不表现得非常兴奋 并且表示自己也不会躲出城 因为 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人书终究还是要暂时躲起来的 毕竟他要确定 在自己死之前 世界上没有其他的Amazon了 但人书走后 驱逐班的气氛却异常沉重 毕竟他们曾经的队友 如今已经变成了敌人 再加上制成队长 看出了小优一直对这个计划耿耿于怀 又是再次对小优发出警告 不许阻挠这个计划 如果有机会不猎杀Amazon 那就相当于放任他们去吃人 但小优始终觉得 在Amazon还没有伤害人类的时候 就要消灭他们 这就是屠杀 于是队长下达了最后的通牒 如果小优还这么想 那就别在驱逐班待着了 但小优也是个认头亲 一听这话 傻也没说就走了出去 突然驱逐班收到信号 有Amazon出现了 于是众人急忙前往现场 却不想 一面走来的正是复活的前缘 把队友看作家人的小手非常高兴 轻轻轻轻地向前跑了过去 但随即 毕竟都是老熟人 前缘也不藏着掖着 当场表示自己就是来搞事儿的 他刚复活 需要多收集一点战斗数据 所以就把驱逐班引过来打架了 前缘说完 当场变身 开始对自己吸热的队友痛下杀手 在三圈两脚放倒了驱逐班的队友之后 前缘走向小手 希望他当工具人 变成与自己战斗提供点数据 小王企图救场 却上演了经典的痛击队友 远看这帮人都不能打 前缘对小手提出了solo申请 拎起他就是一个高跳 来到了一个空旷的场地 企图逼他变身 但无论如何攻击小手 小手都毫无战意 无奈他只能一脚踢飞小手 就在这时 一位靓仔从天饶将 原来是小游感应到了新的Amazon出现 所以前来资源 路上的驱逐班也及时赶到 却没想到前缘说到 三骑受不了了 开枪打响战斗 小游抓住机会打出天手 击倒前缘并且随手一爪子 从前缘身上饶出了石油 紧接着就是一脚重击 将前缘砸在地上 却没想到 前缘打响了反击战 一个测题之后 顺势防御住了小游子进攻 紧接着就是一刀长拳 随后 小游就这样 倒在了血泊之中 不得不说 这年头没死过 都不好意思当卡米拉的 那么真的没有人能击败前缘了吗 下一期 特拉洛克计划上演 三重反转高能剧情 小手务实人肉觉醒 Amazon的命运将会如何 尽请期待